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龙婆托大师加持的毕达 崇迪 自身相 或者是南派亚等佛牌 都受到泰国人的尊敬及赞赏 今天小潘在这里就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关于龙婆托的事迹 以及他所制作的佛牌 龙婆托大师出生于佛利2430年 源自于佛利2524年 享年94岁 龙婆托大师他是以赵财法门而闻明天下 师父所制作的圣物 以他的自身法相及毕达最为有名 龙婆托的一生是十分传奇的 龙婆托大师从小就在一间寺庙叫 Vapradu Chimpli成为小沙弥 龙婆托20岁的时候 由三间大庙的住持的见证下 他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僧侣 当龙婆托的恩师阿赞碰元祭过后呢 龙婆托大师便追寻了另外一名大师 龙婆旺以学习佛法戒律 后来大师去到泰国北部的森林苦行了数年 并跟随当时非常有名的龙普念 也就是龙婆班的恩师并和多位大师一起学习佛法 由于龙婆托大师呢 他的佛法高升 所以很多皇族成员以及泰国九世皇都非常尊敬他 在泰国我们可以很容易就见到皇族成员与龙婆托大师的合照 在佛利2463年的时候呢 龙婆托大师制作了一批虫敌佛牌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泰国市场上虫敌佛牌已经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价格极度昂贵 之后呢 龙婆托大师继续制作了其他的生物 其中呢 毕达佛牌被誉为近代最灵验的佛牌 龙婆托大师的毕达佛牌呢 是由古老经文及花粉融化而成 其中还加入了阿赞多的佛牌粉 瓦坎南的早期佛牌粉 以及自己亲手鞋的金属粉 有鞋毕达佛牌的底部甚至还会加入福广 而这类型的佛牌呢 相对数量比较少 接下来呢 小胖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坊间传闻 传闻说有人曾经从两万尺的高空下跳伞 但是这个降落伞呢 他出现了故障未能如期打开 而这个人以为他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了 但是当他降落到陆地上的时候呢 他只发现他自己的双腿骨折了 而身体其他部分呢 并无大碍 而当时这个人正佩戴了龙婆托所制作的毕达佛牌 所以坊间开始流传 只要佩戴了龙婆托大师的毕达佛牌 必定可以试试逢凶化吉 生活事业良得意 作为结尾呢 我们已经了解了关于龙婆托大师的事迹 而在下一期 小胖将会为大家展示 一些龙婆托所制作的生物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分享 订阅 按赞 还有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